那我们这一节我们就继续来讲这个备审资料 备审资料用在什么地方 将来你们找工作升大学会用到 那这个东西要花钱的 不幸去外面找人跟你讲备审资料怎么做 或他帮你做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东西是你要花钱 但是因为我们把它放在课程里面 我就不用钱 那有些同学或者是毕业生 私下要找我做 那我会跟他这就要收钱了 好不好 这是其他的 因为这是我另外的时间在做的 好那为什么要做备审资料呢 他其实就是行销自己 行销自己 你要推销自己 推销自己去哪里 去你的心目中的学校 或心目中的企业 这样子的 那第一阶段就是你自己成绩了 自己平常在学校成绩 好不好 那大学就看你大学成绩 硕班就看你硕班成绩 好来到第二阶段就是看你自己 做的功夫 你平常累积了什么东西 一份好的被审资料可以看出你对事情的积极程度 听得懂吗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我们老师就是内行的 我就光看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你对自己的积极程度 还有你自己个人的处事态度 你平常 你在做什么事 我们是一看这个东西就看得出来 别人在玩 你在认真努力准备 我这么一看就看得出来 所以你看谁可以提出丰富的被审资料 你的录取几率也大大提升 这个不光是找升大学 找工作也是这样 师母是人事主任 我太太人事主任 他也是会看这种 很会看 对不对 就看你自己投过来的履历 那履历就看你平常 你能拿出什么资料 来说服我们公司来把你收进来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行 这没有办法 我们只会很有礼貌的告诉你 没有办法 我们会有一套礼貌的修法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们要自己开始想象自己是一个推销员 把你自己推销出去 你有什么不一样 你有什么特别好的一面 还是你跟大家一样 只会怎样怎样 好不好 因为只有你最了解自己 你自己才能表现自己 你要花钱 请人来表现你自己 可以 代工费都不便宜 好不好 再来 你平常要放什么被审资料呢 所以你们还记得吗 老师很早就跟你们说 你们要用上传学习历程档案 有没有 从一年级就开始做了 所以你要越早准备 内容才会充实 才会容易成功 从一年级就要开始做了 同样的人生阶段 你上大学也是这样 从一年级就要开始自己准备自己 毕业之后 你要去什么产业 你要准备什么资料 对不对 你不要等到二年级三年级再来做 那已经 有点晚了 有点晚了 好不好 我现在讲的都是 没有长思 讲真的 好来 那我现在要讲 你内容要放什么 好吧 但是这个会有 因照个人的经历不同 有所调整 但是我发现 有很多人 做这个被审资料 你根本都不会用电子档方式来建档 也就是你的电脑技能很糟糕 这就完蛋了 你要赶快学 你不要 我这个高中就要学好了 上大学再来学 我都觉得有点晚 昨天我才接到一个 大四 现在今年要毕业的学生 还在问我怎么弄电子档 昨天 所以各位同学 自己要开始学 那上一次我有教你怎么转PDF档 你这个是最基本的 然后你要学习着 透过我们这一门课专题制作 你也开始学习一些我的技巧 好 你要收集哪些资料 如何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是什么 最简单的 你有没有什么证明文件 奖状 奖杯 跟奖杯的拍照 参展 有没有得到什么公文 什么叫公文 就是你参展之后会得奖 激功加奖 有没有 这种东西 参展的作品 有没有 有没有报章杂志 有对你有所报道啊 有没有 有的话 赶快 反走过一定要留下痕迹 这个痕迹不会别人帮你做 你要自己去自己做 懂我意思吗 你要早一点自己做 这是对自己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哦 那这里他在讲 有时候你可以请教 多请教学长姐 老师啊 同学啊 帮自己收集 请同学帮你拍照啊 对不对 学校也有辅导师啊 你就问一下辅导师啊 他有一些资源啊 网络资源啊 你都要去做 看看人家 学习人家 他的推增资料都放什么 毕业之后 他们资料怎么做 你要稍微去翻一下人家的 看看学长姐有没有留什么资料 辅导师有没有留什么资料 去看哦 越早准备开始 越早准备 你的资料会越完整 这样知道吗 我常常会建议同学 你们用一个资料夹 平常就先收集放进去 比如说 看你自己哦 自己要做哦 在校成绩 有没有担任学校干部 如果有学校干部是不是都有发证书吗 有的人会担任学校的工读生 举例哈 检定 对不对 或者我们有那种国中 升学考试 有没有 你如果有参加工读生计划 你就有证明吗 对不对 社团服务证明 校外竞赛 你有没有得过模范生啊 有没有其他受奖记录啊 个人讲诚记录表 有没有 不要看这个哦 有的人不敢提这个东西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自己在升福祖那边的旷课记录太惨烈了 记了一大堆小过 警告 对不对 这个根本不敢提出来 听得懂吗 比较认真的大学教授 在入学的时候会打电话到我们学校 升福祖 想要调这个人的讲诚记录表 所以你平常小过警告一大堆的同学 还没有消过 那你自己要好之为之哦 好吧 这就是看出你平常的一个人格品性 再来 有没有得到什么奖学金 你有没有做什么社会服务 像什么志工 你们现在有空可以去开始 替自己服务哦 社会服务 比如说你去医院嘛 当志工啊 或者去一些社服单位做志工 这都会有证明哦 再来自传可以开始写了 自传不用写一面就好了 自传 读书计划 这是推增学校会用到的 对不对 你打算在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做什么事情 这就是读书计划 专题制作 你做出来报告 如果做得很不错 请你附上去 这就是你的证明 再来证照 各位同学 电图科就是 丙级证照 以及证照 对不对 有的可以拿三张哦 再来 全名音简 你有没有啊 对不对 现在有的大学 要求要有全名音简 才能毕业哦 你有没有啊 越早考到越好 再来 实习作品 实习作业 我们看你平常得几分 这个就是我们的学习历程档 对不对 再来 有的同学会写师长推荐函 那这个就是看你这个人平常跟学校老师 学校教授的一个互动 对不对 像这个 有的同学做得很好 有的同学做得很差 对不对 跟学校老师 处得非常糟 上课不到啊什么的 你临时毕业之后要写推荐函 你觉得老师会帮你写吗 应该会 我们老师推 不想帮这个学生写 我们大概都 我没有那么厉害啦 你找别的老师写 我们大概都这样推掉 再来 学习历程档案 社团活动照片 有没有刊登在校刊的作品集啊 等等 其他特殊的证明文件 有的同学报考设计类 你要有作品集哦 好不好 我还真的有碰过 学生要跨类组去考的 有没有 好 接下来 动手制作备审资料 来 备审资料就是看你的能力了 编排的目录 你有没有把它编排的好 所以 各位同学 老师常常在教你 怎么做一个好的目录 有没有 我上次有教 希望你要把它学起来哦 对不对 我在word这边 我们上次有说 在这个参考资料这边 有放目录 有没有 自动目录 我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哦 所以你看啊 这个东西就是很实战经验的 你自己的备审资料目录要会做 在最短的时间 你要让读者可以找到他想看的 对不对 你要把杂乱的 古章的资料系统化 对不对 最后在每边装订 这样知道哦 好 来 这有一个范例 你看看 这是某个同学的推增被审资料一栏表 他放履历 他放履历 个人自转 武术计划 专辑制作 奖状 这就是他自己做一个分类 那这个分类里面放什么 你自己可以参考 你不要问我 以后再来问我 我现在就告诉你 履历你放什么 个人基本资料 你自己的人格特质 你的证照 相关的荣誉 社团活动的参与 对不对 再来自转 你可以稍微简单 讲家庭 但不要讲太多 对不对 求学经历 兴趣专场 自己的成绩 怎么样 几句话带进去 这可以让我们快速了解你的个性 还有求学态度 因为求学态度就是工作态度嘛 对不对 一个人求学态度很糟 你跟我说他工作态度会很好 打死也不信 至少我不信了 好不好 因为工作 其实跟求学很像啊 因为不可能一个工作 百分之百你喜欢嘛 一定有你喜欢的部分 不喜欢的部分 但是我们从这个态度可以看出你针对不喜欢的态度 那这个在教你怎么写 这是日后再告诉你 那你要想跟着哪一个教授做什么研究 有的人就会把读书计划写在里面 专题制作 如果你有做什么专题制作 你就把它写上去 那你要是写好才放上去 写得不好 我建议你都不要放了 好不好 能力证明 证照啊 奖状啊 聘书啊 证书啊 等等等等 放上去 专一科目作品 作品集 这个放上去 专一科目你要找有代表性 你不要放一大堆 放个代表性 像建篤科你的电汇啊 手汇啊 这就是你的代表性 你就选三份有代表性 然后必要时你可以把它烧成光碟 供参考 对不对 就三个有代表性 这样知道 最好有老师的评分 评语 对你都是加分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伴例 人家目录有没有 一个个边 列嘛 自转 后面有分123456 小点 有没有看到 哦 专题制作 能力证明文件 有没有 它会有一个退缩 简历制作技巧 简历 这就是简历版本 它会用格式 这就给各位参考 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座右铭 想想看 你有没有座右铭 座右铭就是 这句话 你用来鼓励自己 砥砆自己 或者你期许自己 对不对 有没有 学历 经历 证照 用表格的方式去呈现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一个范例 合格证书 这里要放你取得的时间 对不对 什么奖学经 比赛得名 模范生 社团活动 证书并书 办例在这里给你看哦 对不对 国小 国中 高中 高中 高一高 高三 你就把它列得清清楚楚的 这样会做了 来做品级 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做品级 像设计类的你就要做品级 参加卡片比赛 对不对 人格特质 你可以参考一下 你的个性潜在优势什么 座右铭是什么 这样OK 所以你的简历 你有没有发现都用表格 再放自己的照片 OK 好 再来看自传 自传就是让人家更加了解你 了解你的成长过程 你的学习经历 那常常是进入第二阶段面试 我们主考官就会从自传里找问题 所以你在撰写时要小心 要怎么样行销自己 懂我意思吗 自传是面试的时候会用到 来 那自传要讲什么呢 自传字数600到800就可以 这样知道 避免太简单 也要避免千言万语 看了就很烦 这样知道吗 你要调整 字体要端正大方 那现在大家都电脑打字了 对不对 那当然呢 我的学校有特别要求要清笔书写 像老师有去应征 有的那个企业 要求你清笔书写 所以各位同学你的那个硬体字要很漂亮哦 硬体字要很漂亮哦 这样知道吗 这个因为一个人的字体就是第一印象 所以有的同学你自己 自己平常字要把它写漂亮一点 再来 多举实力 讲自己的成长 避免人事物做过多的批评 这样知道这个很重要哦 像师母 他有时候应聘人 他就觉得 他会问 你为什么离开上一份工作 他说 他如果发现这个人一直在批评前一份工作 他对这个人也会打问号 他觉得也不是很OK 表示他太多负面的能量 他希望一个人进来是正面能量多一点 乐观一点 那你去写你的自传要依照时间的先后顺序 越久远的轻描淡写 时间较近的多下功夫 引人入胜 知道吗 他比较care你最近做了什么事 所以换句话说 你在高中这一段要写的比较详细一点点 你要塑造自己的个人优秀形象 所以你要讲证明 证据啊 对不对 你有什么特殊荣誉啊 得奖经历啊 学校成绩啊 再来 你的人生观是要可行的 不要讲那种高调的 不确实际的 有的人会引用名人家具而已 这样知道吗 但是要有代表性 好吧 然后平常你要自己培养内涵 因为你在这个自理行间会有气质 会让人感受到你的优秀 不要用火星语啊 很多人用这种年轻人的用火星文书写 尽量不要 尽量不要 除非你是去一种需要你大量创意的科系或业界公司 就看看了 可能老板是很喜欢火星文的 也不一定 但是这种机会少之又少 那如果你真的写完了之后还想放照片或怎么样也或许可以 再来 你涵盖内容 你目的就是要让人家觉得你是适合当他的学生 想要收进来 家庭生活你放进去 专长兴趣你放上去 求学经历放进去 那像各位是职校的 我们就care你的务实能力 所以你的证招啊 技能 对不对 社团参与 像高中 他们就可能要看你的社团 有时候必要是讲目一下影响的最深的人 影响你自己的人事物 可能是老师 也许是父母 也许是朋友 也许是一本书 也许是一个新闻事件 假如你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 那至少你可以讲这个东西 或许主考官在面试的时候会问你 那你可以那时候讲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你在过程中要强烈的表达出来 你很想进入这间学校 那怎么看呢 你自己要先收集这间学校的资料 这样知道吗 你不是只是网络上看了五分钟 就这样 你要收集一下资料 这个科技要对他有一个了解 那接下来讲那个读书计划 读书计划就是你要怎么去把 你进入这间大学 这科系 你要怎么去排定你这四年 要打算怎么做 这里再讲一些写作要理 哇 这个我就很快扫一下 好不好 你就自己看一下 我这很快扫 因为下课了 入学动机啊 自我能力分析啊 自我专业知识成长啊 使用资源设备啊 建立良好人际关系 还有休闲活动安排 你往这几个方向去写 哦 那这里在讲自己的这些撰写要理 也就是你的读书计划 有没有 进程 中程 远程 这样知道吗 哦 那后面再讲我们的教授评程而已 所以有的同学啊 他在写这种读书计划 他可能去抄人家的饭本 我这个已经是最根本的东西 所以有些东西 你抄的那个 一看就知道是大同响意 这样知道吗 啊 大概我们先讲到这里好了 看这后面是在讲 专题制作 证明文件的呈现技巧 推荐性的 哇 那这个我们就只能先讲到这里好了 好吧 后面我们再讲 好吧 所以我们就先讲到这个 读书计划这边 好吧 好